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有新进展 中央电视台晚上播出之前据称在泰国失踪的书店负责人贵敏海的访问片段 指它涉及内地一宗罪嫁撞死人事故 潜逃多年后致远回内地投案自首 昨晚内地传媒报道关于贵敏海先生的案 在他与李波先生的案件有关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了解李波先生和相关案件的前提下 我们十分重视的 我们会继续去偵查这件案 以及要求内地协助警方 至今内地未有我们的查询有任何回应 一方面继续去调查 调解这件事 另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在内地各方面 要求他们尽快回应警方的查询 我们在不影响案件调查的情况下 是会尽量向大家报告 我们的调查工作的进展 互联合